大家好,我是可家妈妈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这里每天分享各种实用的养生知识 希望能给您带来健康 如果觉得本视频还不错的话 请给我点个赞加订阅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 人体中正常的关节有液体存在 那是由于滑膜分泌产生 起到营养软骨,滋润关节的作用 如果长时间处于高强度的运动状态 很容易造成韧带的损伤 碰撞,挤压 从而导致滑膜炎,导致关节肌液 活动受陷或者是肿脏,疼痛 尤其是关节滑膜炎 它是一种非常典型的炎症多发性疾病 在任何年龄阶段都有可能中招 发生滑膜炎的一个重要原因 是因为慢性脑损 长期的劳作会使膝关节损伤 在膝关节得不到恢复的情况下 很容易导致膝关节损伤 导致滑膜炎 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凉风清洗 膝关节缺少脂肪保护 一旦被凉风清洗 就会损伤膝关节构造 导致滑膜炎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外伤所致 在运动过程中 膝关节难免受到意外 导致膝关节损伤 引起内部病变 诱发滑膜炎 所以在日常生活中 一定要注意预防滑膜炎的发生 如果已经发生了滑膜炎 那我们应该要去缓解疼痛和赶走炎症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食疗方 老中医经常推荐用这种方法 可以帮助我们从根本上缓解滑膜炎 让我们拥有健康的膝盖 首先我们来准备15克的赤小豆 赤小豆它是药食同源的食材 同时还具有非常好的去湿消水肿的作用 赤小豆早在数千年前 就已被古人认为是去湿治病的良药 神龙本草经中记载 人们还特地把赤小豆称号为药中上品 由于皮须湿肾 引起的湿肢或者是面部水肿 腹部沾满 脚气水肿 黄胆 尿液发黄 屈身不利 皮肤感染 引起的红肿 胀痛 对这些症状都特别适合去食用一些赤小豆 它对身体孕化不利 引起的身体水肿 有着明显的消退作用 能够加快人体内多余的水分代谢 可以让水肿尽快的消失 再来准备15克的薏米 薏米可以沥水消肿 健脾去湿 可以清热 排浓 还有镇静 看颜 降血压 降血脂 降血糖 增强免疫力的作用 薏米 薏米 薏味比较干凉 能够入皮筋和顺筋 里面的营养成分是非常丰富的 含有丰富的氨基酸 蛋白质 脂肪 碳水化合物 和维生素 也是一种非常好的保健食品 根据临床经验 中医用薏米 治疗关节炎 效果非常的好 薏米可以健脾 健脾 力湿 去湿 通筋 糯 对于内风湿 有一定的作用 薏米还具有清热排浓的效果 对于肺庸 残庸 等疾病都有一定的好处 当出现排浓受阻的情况时 适当的吃一些薏米 能够促进体内 农业排出 此外 薏米还能够起到辅助降血压 降血脂 降血糖 对于预防心脑血管疾病 也有一定的作用 接下来再准备20克的黑豆 黑豆中含有大量的黄酮内化合物 具有抗氧化 抗盐作用 它可以帮助减轻内风湿关节炎 疼痛和不适的感觉 黑豆的上时纤维和不饱和脂肪酸 可以促进体内党固醇排泄 降低血脂 上时纤维还可以促进胃肠蠕动 有益于消化道健康 我们在煮黑豆时 一定要把它彻底的煮软烂 否则其中的草酸将阻碍人体吸收营养物质 也千万不要加糖或蜂蜜代替 以避免加重病情 黑豆含有一定量的飘零 因此痛风高酸血症者不宜食用黑豆 黑豆中有直酸会刺激胃酸分泌 容易导致胃酸过多刺激胃连膜 存在消化系统患者也需要避免食用 用清水把黑豆、薏米、次小豆三种豆类清洗干净 再加入干净的清水给它浸泡半个小时左右 接下来准备一小节的铁棍三药 三药它是水一种药食同源的食物 其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矿物质等营养成分 适当的使用三药可以及时为身体补充营养 增强自身的免疫能力 三药富含上食纤维 有助于促进肠胃蠕动 预防便秘、改善消化功能 三药含有一定的淀粉酶 能够促进淀粉分解和吸收 对于消化不良、胃胀气都有很好的缓解作用 三药中含有多种营养 具有降低胆固醇、甘油伤脂等作用 它能够预防心血管疾病的发生和发展 同时还能够扩张血管、降低血压 对于心血管疾病有很好的保健作用 近年来,研究发现三药有明显的抗肿瘤作用 因为三药含有多糖等活性成分 能够抑制肿瘤细胞的生长和扩散 对于胃癌、肺癌、疾病都有一定的预防和治疗作用 三药去皮后,我们把它切成像这样的小块 切好之后,我们直接把它放入锅中 再把浸泡好的玉米、刺小豆和黑豆一起倒进来 再加入适量的清水,然后盖上盖子 用大火煮开,转小火,慢煮40-50分钟 一定要把所有食材都煮软烂 这做视频不易,亲爱的朋友们 一个小红心对您来说只是举手之劳 但对我来说可以让我高兴的睡不着觉 那么今天这个视频就麻烦您帮忙点一个免费的小红心吧 辛苦大家啦 我这里是煮了一个小时 出锅之前加入少许的食用盐和一小把的枸杞 焖上5分钟左右就可以装网开吃啦 这道汤,我们吃起来的口感 它是软糯,软糯的,非常的好吃 中医认为滑膜盐是由静脉受阻 治疗应该以溺水肾湿和血化淤为主 这里面加入的食材都是可以帮助我们和血化淤 清热解毒,还有消炎效果的 对于滑膜盐,治疗是非常有帮助的 还具有调节体内钙镁比例的作用 能够维持肌肉正常兴奋度 有效的防止腿抽筋 中老年朋友可以隔三差五的给自己煮来喝 不仅能起到补钙 还可以帮助我们养胃健脾 促进消化,预防便秘 对身体好处真的非常多 大家不妨收藏起来试试哟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